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决定他要去当兵 差不多就是二十四五岁那会儿吧 就突然有一种这种空虚感 觉得那我到底要干嘛呢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愿 其实是因为就是说大家都这么干 大家都考大学呢我也考大学 大家都工作呢我也工作 大家都工作一段时间就大家都去读研究生呢 我也读研究生 然后我发现其实实际上本身我对这事情没什么感觉 我没什么看法 这种情况下当人开始想了想七想八之后呢 就会想到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这种思维 但发现开来之后就会影响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 那在我这个案例里面就最终都是个结论说那我去外籍兵团吧 逍遥说的这个外籍军团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外籍军团 这个军团很特别 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像军队这种国家机器 一般都是指招募本国的公民服役 但是法国外籍军团向全世界开放 而且因为他没有年龄身份等限制 即使你有过千科都没有关系 只要如实告知 而且能通过严苛的体能测试 基本都有机会被选中 再加上在近200年的历史上 法国外籍军团一直有骁勇山战的名声 作为军迷的逍遥 毫不犹豫的 在2014年的6月19号去到了法国 法国外籍军团的征兵站 有两个大的征兵站 一个在巴黎 一个在马赛的边上 一个叫奥巴尼的地方 奥巴尼那边是他们的总部 所以说如果你直接去总部 争取流程会更快 那么我就直接到了奥巴尼征兵办公室 它是一个团级的部队所在的一个军营 其中征兵办公室 只是它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 那么我到了那个门口 然后那天我到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人在那边等了 我们在那等啊等啊等啊等 等到中午 甚至就已经有一两个人 就已经等的不耐烦就走掉了 其实我当时也非常不耐烦 因为我那时候是夏天 夏天的马赛非常非常热 太阳晒得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我就好几次去敲那个门卫的窗子 我跟他说说我是过来当兵的 那门卫就爱理不理的样子 说你哪来回哪 你在那儿乖乖坐着等 所以我记得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 然后终于来了一个拐事的 拐事然后跟我们说 让我们先当场就在他那个门口 一个做印象上的杆子上面 说你要能够做印象上 达不到四个的立马就走人 结果还真的有人就做不到四个 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比较单纯 我说那这人是干嘛的 就把你过来当兵 你连印象上你都做不了四个 你跑来干嘛 那个时候因为我实际对他有点了解 所以我也是在国内相应的锻炼了一下身体 我那个时候大概我印象中 我那时候可能能做八到十个的样子 所以我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通过了第一环 他们把我带到了军队里面 带到军队里面以后呢 一开始是 他是每个星期的星期 三或者星期四会有体能考试 到我那个时候呢 他只是让你做这番跑 我印象非常清楚 就是我跑步 其实我跑步跑的不是很好 我的体能其实算不上好 然后我非常肯定 就是我实际上 我没有达到军团的最低要求 但是那一天呢 他有的时候人的运行是很重要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那一批人 可能有将近二十来个都没达到 那么在都没达到的情况下 我当时好像是算是那一群人里面跑的 应该是我应该是跑的是第二 所以最后就留下了两个 就是留下了第一名 跟留下了五 所以其他人都被赶走 我估计啊 我现在反过头来退想 可能是他们觉得 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奇怪 说先留着看一看 那么其他的关系 我都都没有问题 当时那个时候 我想想看 跟我一批的有 就除我以外 还有四个中国人 其中两个被淘汰 另外两个人又在军队里面 后来我们这三个中国人 还都在同一个团 其中一个人呢 他以前在中国的一个城市呢 算是一个执法机构的 一个基层的一个执法员 他在某一次执法事件当中呢 因为暴力执法呢 这个伤人了 伤得比较严重 所以当时立马就逃出来了 所以这个人 他来外籍兵团的初衷 就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说他就是真的是 在国内待下去的话 他可能会进监狱 可能会在监狱 待很长很长时间 那么到外籍兵团 相对而言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另一个人是一个典型的 严害省份的一个省份来的一个人 他是偷渡出国 然后希望在国外就是 打了好几年的黑工 但是自己的身份 一直是个问题 转不过来 所以外籍兵团呢 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你干五年 干完五年之后 你就会有在法国的居留 或者是国籍 那么他就进来了 印象很深的 有两个都是韩国人 这两个人呢 一个人姓Kim 就是金啊 韩国人最常见的姓之一 另一个人姓Lee 叫Lee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姓 Kim和Lee 其中Kim最后跟我不在一个部队 认识到Kim是因为 Kim他这个人的体能非常好 他好到什么地步 他可以一口气 做五百个佛城 引起向上 他可以一下拉一百多个 在我没有亲眼见到这个人之前 我认为所有关于这个人的传说 是假的 是不可能的 我说这个东西 是人体达不到极限 但是后来我正在亲眼看到 他的父亲是一个 韩国的陆军的一个 很高级的一个军官 所以呢 他这个人呢 应该说他本身 他是可以 如果是正常去上 韩国的陆军学校的话 他可以在韩国陆军里面 有一个很不错的发展 但是他这个人心气很高 他说他觉得 他不要走这种上层路线 他愿意到基层去 从基层小兵开始干 所以他后来在韩国的 一个特种部队 还服役过一段时间 因为他体能真特别好 那么到外籍兵团以后 也是很快 因为他这个人 脑子又很聪明 然后也是受过 很好的教育的人 就是说为人处事也很好 然后也很 心态很开放 总而言之这人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所以他很快又被 法国的特种部队 他入选了他们单位的 法国的特种部队 他现在还是一个 特种部队的一个 一个士兵 相当于这个人 是一个双料特种部队 在韩国特种部队干过 在法国特种部队也干过 第二个人是什么 第二个人就是那个利 那个利是一个性格 特别温顺的一个好人 非常踏踏实实 就像任何一个 一个韩国人一样 踏踏实实的干活 然后从来不多嘴 但是他的语言 有很大的问题 很漫长的 可能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超过半年的时间 他始终跟人 没有办法去沟通 一旦跟人没有办法沟通 那么这些老兵也好 上级也好 对他就不会特别客气 所以这个人后来 就边缘化的被孤立 总是干一些很烂的活 好事也没他的份 甚至有些事情 沟通不了之后 会产生很多误会 可能比方说 别人对他 可能没有什么恶意 但他会理解成为 一些别的事情 有一天是周末 我们要下山去过周末 周末在外面放松一下 我的银行卡出了问题 那么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 我出去我不行 那我就问人借钱 军队里面 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 借钱是一个 很尴尬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外籍兵团 有很多逃亡率 有很多人就干了干了 就突然就跑了 所以我们就说 那一条铁律 是永远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说因为你可能 你借给一个人 这个人第二天就不借了 那你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这种事后来 在我身上发生过一次 我有一次借给别人600块钱 这个人后来就不借了 当时我就问这个利 我说我想问他借100块钱 然后我说 这个等我回来之后 我钱一定会还给你 结果这个利 他跟我说 他说不借 绝对不借 我当时就还生气 我就说 我说规则是规则 我知道 已经互相扶持着 走过了半年多 你看这个半年多 我都什么事都帮你 我这个人的信誉又很好 说别人不了解我 我说你利 你应该了解我 说你为什么 我问你借钱 你都不借给我 所以后来这个利 他就 他也很不好意思 再后来说 他就是这样 说他不能借我100块 借我50块 我说也行 有50块 我起码我可以 我可以离开军营 到外面 去住个旅馆 去吃顿饭 那个时候 新兵的时候 因为在部队里面 新兵都受老兵的欺负 所以新兵阶段 在营区里面过得 是很压抑的 就是说一旦你有机会 说是让你可以离开军队 离开营区 你每个人都会 就try一下就跑了 跑到外面 自由的世界里 没有人去找你麻烦 没有人去找你茬 我当时就跑到马赛 在马赛的一个旅馆里面 然后晃了两天 然后星期一 天的晚上 我就回到部队去报道 结果我去找他的时候 发现利没有回来 到星期一还是没回来 到星期二还是没回来 到星期三打电话 手机都已经 这个线都已经关掉了 这个电话已经打过去 这个号码就已经不存在了 被切断了 所以我才意识到 就是他当时一开始 不借给我钱 他不是担心我要跑 而是他本身就要跑了 外籍兵团的逃亡率 一度非常非常高 因为你要离开部队 你没法辞职 你没有办法走正常的手 就说我跟军队说我不干了 你签了合约之后 你解约不了 那很多人说那怎么办呢 我就干脆一走了之 不再回来的话呢 那么军队会不会去找这些人呢 如果是法国正常的陆军的话 会 这个人会上通缉名单 在任何国家逃兵都是罪名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但是外籍兵团不一样 外籍兵团 给我们一开始的都是假名字 除了假名字 因为外籍兵团的士兵 来自于世界各地 逃走之后 也是散步到世界各地 法国军队很难执法 所以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进入法国外籍兵团 主要就是三道门槛 从平民区进入蓝队 再从蓝队进入红队 这里面的每一步都有 无数次严格的体能筛选 和一些智商测试 等到进入红队之后 就能拿到合同 也就相当于正式入团了 在红队待了大概两个星期之后 逍遥被送到了新兵训练营 接受新兵训练 新兵训练营都是这样的 满一个连才开始训 因为你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人 然后你还语言不同 就首先就是你怎么样 去认识你周围的世界 你就像一个人 因为语言不同 所以导致比方别人给你发一个命令 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所以一开始应该说 有很多的误解 非常多的误会 然后这种误会会导致 每一个人都是时刻都 经常的很紧张 就觉得时刻和要跟人爆发冲突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重新遇到 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你要等打架 我记得我打完第一架之后 我非常非常的沮丧 我们当时是每天的中午吃完饭之后 大家把饭盒洗干净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水龙头 有将近三十个人 四十个人在抢一个水龙头 所以必然就 就很拥挤 然后可能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起了一点冲突或者怎么样 然后互相就 大家互相推了几下 军队里面是这样的 如果你被一个人推了一下 如果你不推回去 就意味着你就认怂了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别人推你一把 你绝对不能就这么忍了 因为你这样忍一下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 你后面你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当别人推了你一下之后 你也不得不去推别人一下 虽然你不愿意 那是一个阿拉伯人 那个人的名字 我还记得叫Mastro 当我推了他一把之后 那这个人肯定也不能 就这么被我推一把 这就你来我去 你来我去 最终这个事情 会到什么程度结识呢 会到等到有人拉架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结束 但是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 在没有人拉架之前 你想打也好 不想打也好 你打下去 那我这个情况里面 比较好的是 好像我们大家都 没有真的要把大家 你所活这种地步 所以这个事情 当时打完之后呢 我当时的情绪 是非常沮丧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觉得打架这种事情 是小男孩才干的事情 就我觉得任何一个 你上了 开始上中学的人 受过教育的人 你不应该去靠打架 来解决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 我得靠大家解决问题 这个叫马树 这个阿拉伯人 他是一个体格 很健壮的阿拉伯人 那么当时肯定 他还跟我放了横话 他说你等着 你等着 说我们今天中午 没时间解决问题 但是你等着晚上 说晚上很漫长 漫长的黑夜 我们有这个足够的时间 解决问题 那你说我害不害怕 你要说我一点都不害怕吧 肯定是假的 但是呢 你不能认怂啊 这个事情后来怎么解决的 这个事情后来 解决方法特别简单 这个特别搞笑 特别特别的幼稚 我们当时在新兵营里面 生活条件非常悲惨 就你可以认为 这些基督营也不为果 我们的生活条件 就跟基督营差不多 每天叫也不够睡 然后运动量也非常大 直接的表现就是 每个人的吃的又少 每个人时刻都在 就饿得不行 就饿到那种就是 我们出去行军 我们非常愿意行军 为什么 因为出去行军的时候 你会路过这个 周围的这种农田 或者是果园 然后你会发现 这些人会会会很疯狂 去抢树上的果子吃 那个晚上我干了吗呢 后来那个晚上 我就偷偷的撬开门 钻进了我们这个厨房的后厨 我们有很小的后厨 偷了几盒巧克力酱 跟白糖 就是喝咖啡用的 白糖的白糖包 我给了这个阿拉伯人 可能是两盒巧克力酱 就是那种 除面包用的 这种巧克力酱 跟两片白糖包 这个人就握着我手 说我是对他最好的朋友 这个场景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当时采取的策略呢 是我又不能打架 我体格又不够好 所以我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的办法是尽量的去向一些人 提供一些帮助 就用一些比较好的手段 去交朋友的方式 来维护自己 不被侵犯 跟我当时有关系非常好的 一个很壮的一个波兰人 他是一个非常笨的人 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印象中 我记得在考 当时在甄选的时候 考智商测试 就每个人发一个电脑 然后就在电脑跟前 然后做那个门擦测试题 这个波兰人什么都不会 就比方说是这样 就一个屏幕上面有一道题 说挑出跟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有一个梨 一个苹果 一个香蕉 和一个蚂蚁 波兰人不知道该学哪一个 到这种地步 中国的义务教育 的确是比较好的 但你发现 国外真的不是这样的 国外很多人上到小学 就不胀了 就像那个波兰人 就念过小学 小学还没念完 那他就所有都来看我 我就坐到旁边 然后他的那个测试 之所以能通过 完全是因为我 分军种是在新兵训练 结束之后 根据你的每个人的排名 和每个部队的缺额 然后分到不同的单位去 我打个比方说 可能如果你想去散兵单位 散兵单位只要十个人 但是你刚好 已经有十个人在你前面 十个人都想去散兵 那你就去不了散兵 你只能被分到别的单位去 就跟高好田之院是一样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个时候是 我们全队有47个人 开始培训是63个人 最终结训是47个人 那么在这47个人里面 我大概排23名还是22名 就总体来讲不算好 但是已经可以让我去 任何我想要去的单位了 所以我当时就挑了 挑了工兵团 因为一方面来讲 是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爆炸物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要做跟爆炸物相关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 每个单位有每个单位的特长 比方说工兵团有两个工兵团 其中第一工兵团的特长是两栖作战 就跟水打交都打了很多 第二工兵团是山地作战 常年活动在山区 那我是一个很喜欢山地运动的人 所以我当时就挑了山地部队 法国外籍军团的山地工兵团 驻扎在法国东南部城市阿维尼翁的附近 此后的几年里 除了出任务 逍遥一直生活在这里 因为法国外籍军团进进出出的 都是些各种奇怪背景的人 所以时间久了 再有什么新人进来 逍遥已经没有兴趣去认识了 但是有一个人 让逍遥至今印象深刻 是一个美国人 叫Ken Harley 这个人呢 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 他是 19岁的时候参加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那么当时打伊拉克的时候呢 他的陆战队在菲鲁街打了比较惨的一仗 他在菲鲁街打完仗之后呢 他们这个 他所在的这个部队呢 后来呢 被派到伊拉克的北部的这个库尔德人这个区域 所以呢 接触了库尔德人 那么他后来从陆战队退伍以后呢 在美国融入 社会融入的不是很好啊 那就 就又重新想当兵 就又来了外籍兵团 那么刚好分到我所在的牌 那我当时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老兵吧 就是这样的这些人的 这些新兵的日常的这些 都是我来带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人以前是打 真正在菲鲁街打过仗的人 所以我对他很尊敬 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 那么2015年当时 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伊斯兰国 2015年伊斯兰国正是权力扩张的时候 权力扩张的时候呢 大家都抵不住 对吧 伊拉克人也贵 然后叙利亚人也贵 然后都扛不住 这个时候呢 谁扛住了呢 库尔德人扛住了 发现就发现库尔德这么一个地方呢 这个伊斯兰国打不下来 那坑哈里因为他之前在 在打伊拉克的时候呢 跟库尔德人有过接触 所以这个坑哈里他就说 他说那我就不在法军干了 他说他想跑 跑了以后呢 去干嘛呢 去到库尔德那边 去帮他们打仗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关系已经非常好 然后几乎可以说什么话 都可以聊 没有什么秘密 军队里面嘛 所以当时本来还有一个意大利人 一个西班牙人 还有一个我 然后我们都说 哎不错啊 说这事听上去很有意思 说可以干 我们本来说是打算一块去 但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最后西班牙人也没去 意大利人也没去 我也没去 我们都没去 最后就这个美国人自己去了 这个美国人去了以后呢 就从15年的秋天 一直打到了17年的七八月份 一下打了两年多 在库尔德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库尔德他那边打了两年多之后呢 精神就有点不太好 就实际上你可以说他最终是精神市场 他最后后来回到了美国 但是精神状态就非常糟糕 我们一直有联系 所以他后来有很多很多很激进的想法 那个想法就是如果真的实现下去的话 他带这个人后来的最终的结果 会变成一个恐怖分子 那个时候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 乌克兰内战 乌克兰内战的时候又吸收很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雇佣兵 他就想去那里 那如果他去了那里那就是个恐怖分子了 那后来这个人可能后来 从4月28号就失踪了 失踪了以后呢 然后在网上留下了一些 就一看就不是很正常的一些话 那么后来他自己的在当地的朋友 后来就5月2号 5月2号然后发了一个消息说 已经找到了尸体 还确认是自杀了 2015年年初 发生了这个查理周刊事件 就是恐怖分子跑到巴黎的这个爆社去打了几发火箭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而且其实还没结束 到了2015年的年末 又发生了这个剧院事件 就是这个巴黎克兰剧院 有几个恐怖分子 就是冲进去可能杀了有将近200多个人 包括到2016年的时候呢 这个夏天这个在尼斯 又有这个尼斯的这个卡车事件 就是也是恐怖分子 他这次弄不到枪了 也弄不到爆炸物 他怎么办 他租辆卡车 在尼斯这个游客最多的街上 然后拼命的去疯狂的去撞人 所以整个2015年跟2016年 都是法国的恐怖袭击事件 发生的非常多 而且这个威胁非常大的这种时候 因为这些事情呢 导致了整个2015年到2016年 我们的任务都不是海外任务 因为海外当时已经不是优先棋 最高的地方了 优先棋最高的地方 当时是在本土 把大量的军人都放在街头 放在机场 甚至放在边境 去恢复这些监管 就是2015年的时候 有个难民危机 那么那个时候 有很多很多难民呢 他们千里迢迢的跋涉 最终想要进入到法国 或者想要去英国 那么当时我们参与了 很多很多这样 拦截难民的这种行动 那本身作为军队来讲 我们自身是很抵触的 你荷枪实战去对付一个难民 算什么呢 其次这些难民也不是恐怖分子 里面可能或许有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军人 然后当你要去 去镇压暴乱 或者是你要去 对付恐怖分子 对付武装分子 没有问题 你没有心理负担 但是如果你要去 对付一些妇女 一些老头 这些人只不过想要去 跨个铁丝网过去 然后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去打打黑工 赚点小钱 那其实你的心理压力 是很大的 我们就像这个 这个电子游戏里面一样 就是大半夜的 我们在草丛里面 然后拉开一条针线 然后我们用夜视仪 后面拿夜视仪的人 就用队长机来引导 我们说是往前走 往左走 往右走 然后你会去抓到这些人 抓到以后怎么办呢 抓到以后要把这些人 交给边防警察 那么有一天就有一个 边防警察通过无线电 喊我们 让我们增援 这期间因为我们人手不够 他一般会留下一个人 去看这些犯人 其他人继续去追捕 那么那天呢 我的队长呢 就是跟我说呢 说让我去看这些人 四五个人 他们其他人继续追捕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 索马里还是苏丹 是一个非洲国家的人 是个年轻人 可能十几岁的小孩 他就开始跟我说话 我们的规矩是说 我们不能跟他们说话 就保持这种威严 这人开始跟我求情 然后还跟我说 他怎么家里多惨 然后在本国多惨 只想打个黑工什么 希望我放他一马 那我本来我就 我就当没听见 那后来这个人 后来苦苦求也没用 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他把自己手表摘下来了 他要把他手表给我 你问题是我也不缺手表 但是很显然就是这个人 他觉得他可能觉得 手表是他身上 最值钱的东西了 他要把他最值钱的东西给我 然后换我 放他一马 那我肯定是不能放他一马 我如果放了他 回单位以后 我会对吧 我会受到什么样的这种 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制裁 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你说我 我在不在乎这个人 我不在乎这个人 我甚至希望他跑掉 但是他不能在我手里跑掉 所以那天晚上我心情非常难过 在沿着边界提斯网上 有很多单位 有很多小组 每个小组的这个领导人的风格 是不一样的 每个小组组长的风格是不一样 有的组长就把这个 当成一个狩猎游戏 他就说 第二天可以跟人去吹嘴 说你看我今天抓了50个人 我今天又抓了30个人 我今天又抓了60个人 就像打猎一样 那轮到我的时候 我每次都是用我的棍子 我如果听到了这些动静 我知道这些难民马上就要跃进了 我就会拿棍子拼命的去敲铁丝网 甚至会跟他们喊话 就是我看不见他们 我跟他们喊话 说你们这帮傻逼 又说你们以为我们在这吃干饭的吗 说你们以为你们跨过来 我们不会抓你们吗 我会把他们恐吓住 那这样的话 我通过我的这些 故意制造出来的动静 我既没有违反我的纪律 但同时这些难民 他们也知道说这个范围内 是有人在手里的 他们就不从我手里过 这是我后来的 面对自己的一个良心上的一个折衷方案吧 整个2015年跟2016年 我们都在执行这样的本国任务 然后我2017年才去了海外 从2012年起 法国的前殖民地 非洲马里这个国家 就深受宗教极端势力的困扰 于是马里政府就请求 法国政府提供援助 那逍遥的这个海外任务 就是派驻到马里 法军当时在奥桑格 有一个小的基地 那个时候在泛萨哈 沙哈拉地区 从马里往尼日尔的公路 就是马里尼日尔 跟布均泰发索三国交界的地方 是武装分子最盘踞 最活跃 最平凡的地方 18年 一几年 有几个美国的这个 绿色贝雷帽 在边界被击毙了 他们的视频还是流到了网上 这些人就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在那边驻扎了一个月 通过大量的抓捕跟巡逻 把恐怖分子 从我们这个区域赶到了别的区域 形成个比较安宁的区域之后 然后就有一些人事上调动 就是说这个基地 就不需要这么多人手 相反的另一个基地 叫东布图 廷巴克图基地 那个时候需要更多人手 那么就把我这个小队 我所在的这只小队 抽到廷巴克图 我们在廷巴克图 待了四个月 在我们住过去的时候 之前就是因为 它的人数不够 所以导致经常有霍简弹的袭击 等我们到了以后 从一个二三十人 驻扎的小小地方 变成了一个两百人 驻扎的地方 不是我个人的经历 是我所在的单位的经历 因为那一次行动当中 我刚好不在 我当时在另一个地方 但是我就说我的车队里 就是我们的小组 他们是在寻防 从奥桑哥到梅纳卡的公路上面 它是在沙漠里面 但沙漠里面 其实它并不是那种 完全的一望无际的平坦的地方 它是有很多很多 小的地形的起伏 会有一些小的沙漠地区的 这种草这种植被 就是你实际上是 如果你想藏一个人 是能藏得住的 这个车队呢 从一出基地 就实际上我们在当时的 就是说法军和兰奎部队 联合国部队 在当地的这个民众支持度 它其实是两极分化的 就是有一部分人非常支持 但也有一部分人 他不支持 不支持的民众 就会向这些武装分子 提供信息 去协助他们来袭击我们 那么那天呢 就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说这个 当时是克罗地亚人 他就说 他说他回忆起来 他说哎呀 有人好像有个小孩 老跟着 但是跟着呢 又不像是那种小 又不像是那种当地小孩 是那种药堂的这种跟着 他好像就是跟着 专门就是为了跟踪你 而跟踪你 所以呢 当这个车队后来 开出这个 途径的一个小村落以后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 因为你拐弯嘛 所以你拐弯事情 你看不到拐弯后面什么样 当你车队一拐弯过去以后 一看发现 路中间有五六个人 在中间地上挖坑 这是绝对不正常的 法军的车队里面呢 一般来讲的 工兵车队是排在这个 车队的比较前面的 这个车里面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一旦发现有什么地雷啊 爆炸物啊 路边炸弹啊 你工兵可以第一时间 展开去处理 所以那一天呢 是车队的构成 那是第一辆车 前导车是当地政府军的车 第二辆车就是这个工兵的车 就是我们单位的车 当时意大利人在机枪飞上面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一看 五六个人在地上挖坑 那当时意大利人还愣了一下 他说他还愣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政府军比较近 政府军已经开始打起来了 政府军一交火 那这五六个人呢 就开始跑 跑的过程当中呢 其中就有那么两三个人呢 就觉得自己跑不掉了 就停下来给你打 过程很短 可能交火五分钟 五六分钟 最终打死一个人 其他人跑掉了 这事就结束了 然后后来一看呢 发现他们 他们埋的是一颗梵坦克地雷 是一颗非常非常精密 非常精巧 就如果要是那天 发现这个 这个这些人的时间 如果要是晚五分钟 他们把这个雷埋好了 沙子盖上了 这些人跑了 那你的车队是发现不了的 你车队发现不了 你就肯定就踩上去 就会炸 那就会死人 那天是 我们后来新闻上看 是三个地方 同时有袭击 他们捆布分子 当时在东部兔 这个城市里面 是用自曝卡车 炸了当地的 优恩的地区办公室 炸完了以后呢 同时呢 就想要身在的 就袭击蓝窥部队的营区 那么当时 法军的营地 是在最外面 就我们的地理位置上呢 应该说是 要想打蓝窥部队营区 要先要越过我们的营区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 有这些 行迹非常可疑的人 当时是外围的 蓝窥部队的士兵 先开枪警告 开枪警告之后呢 我们本来那天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们都 那天是我们小队 不再知情 那你就是相当于 在营区里面 自己洗洗衣服啊 睡睡觉啊 就这样 但你突然之间 你听到有这个枪声 而且这个枪声音 很明显 不是那种训练 或者是走火 不是这种事故的枪声 而是这种 很明显的 这种警告的设计 所以我们当时 立马所有人 真的就是穿着内裤 穿着拖鞋 光着脚 就从帐篷里冲出来 抓个头盔 往身上一戴 然后拎着枪 就跑到自己的稍微上 然后我的位置上 就看到有一些 一辆皮卡跟几个人 我们就 做了相应的战斗的准备 做了警告性的设计 什么情况能开枪 什么情况不能开枪 什么情况开枪 比方说 你遇到什么情况下 可以直接射击 遇到什么情况下 要先警告射击 遇到什么情况下 你要先口头警告 再警告射击 再射击 由谁来射击 这是专门 就由军法官来培训 如果你在战区 不当使用武器 是最终是要受军法审判的 然后这些人一看 找不到什么机会 他们就跑了 就说这个事情 后来就有个什么后果 这个事情的后果 就是后来这些 当地的武装分子 就意识到他们 想要直接这么硬闯 就像硬打 是打不够的 就因为当地的戒比比较高 但相反他们如果要是 比方说这个 因为当地的联合国军的 这个成分非常的复杂 就是有尼日尔的士兵 有巴基斯坦的士兵 有法国的士兵 有瑞典的士兵 有各国家都有 所以他们后来意识到 可以钻这个空子 就是你如果像 一辆小皮卡直接过来 你肯定过不来 但是如果你把一辆小皮卡 偷一辆皮卡 然后涂成白色的 上面喷个忧恩 你说不定能混进了 所以后来我们撤 是2017年的年底撤的 他们2018年的4月份 再打进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偷了三辆皮卡车 涂成白色的忧恩 然后这样外围的士兵呢 语言又不通 然后又没沟通好 然后就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这些人 伪装成 兰魁部队士兵的这些人 用自爆卡车 炸开了我们那个 基地的第一道墙 然后用第二辆 第三辆车往里送人 然后在营区内 展开了这种 很近距离的 就是面对面的 开枪的这种战斗 本来应该说这个计划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但是后来呢 这个他们为什么 后来那天没有打下来 而且最后全都被全歼了呢 其实跟我们单位 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工兵部队 到了东部苏基地之后 我们一看发现 东部苏基地没有这种 相当而言就是说 预防别人打上门的这种 这种措施 非常的非常的简陋 真的就是我们 就是一百多号人 人挑手扛 完全靠手工的方式 去装填了 将近一万多个沙袋 构起了一个三层 和四层的 这么一个一个 这个掩体 这个掩体就真的保证 就说哪怕我是拿机关枪 打这个掩体 人躲在后面没事 那么后来 在这个2018年的4月份 这个恐怖分子 打进来的时候 就发生什么事呢 恐怖分子的第一辆皮卡车 把外墙炸开了 炸开以后第二辆车 第三辆车往里送人 但送人之后 就碰到这个塔 这个塔上刚好 当时正好有两三个 这个职听的士兵 这两三个人 就居高临下 躲在塔上 然后朝下门开枪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 对吧 已经你都不需要瞄准 你也不需要探头 也不敢探头 你就是人躲在后面 然后把枪举对外面扫射 就是这个塔 把这个后面 两辆皮卡车的 十几个人给全拦住了 就如果没这个塔 那这些人就全进来了 那后来我们就说 那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 要感谢我们的工兵单位 就没有工兵单位 这个给你辛辛苦苦的 这个修这个塔 那你这个塔 这个机器那天就 就是另一种结局 我当时从马里回来以后 我已经是三年四个月的 差不多三年四个月的 服役期了 我当时就在准备要退伍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不再参与一些 一线的工作 所以后来我就调到了 行政派 行政派就是相当于是 处理一些连队的 这种支持的事情 就比方说管管仓库啊 管管车队啊 我最后一年的服役 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所以你说薪水吧 一千三的底薪 加上一些出差的补贴 就看你的级别 看你的个人情况 总的来讲 在法国当兵 不是一个高薪职业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职业 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 头一年特别有意思 到两三年的时候 就只是份工作 军队也不太提倡的 个人价值 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 最后就变成一个公务员 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基层公务员的生活 2019年 逍遥正式从法国外籍军团退伍 受平兰基金会的邀请 她先去柬埔寨工作了大半年 帮助当地人排出地雷 也就有了我们上一次播出的故事 现在逍遥已经结束了排雷的工作 回到了法国 最近她正在学开飞机 考驾照 同时也在用这段时间 来思考后面的人生路 该怎么走 很多人会有个误区 很多人会想当然 平民也好 军人也好 他会觉得说 你不是当了五年兵吗 那你是不是回去之后 可以出去比方说 当个保镖 或者是当个 那种合法的雇佣兵 或者是这种什么 军事承包商 然后过上这种 一个月赚很多钱的生活 的确有少部分人 的确能够做到这样 但这不是主流 实际上就比方说排雷 在国际市场上面 这种来自于孟加拉 或者来自于柬埔寨 或者来自于这些很穷的国家 像非洲的国家的一些人 经过有限的培训 就可以从事最基本的工作 那么他们的薪水是多少 是300到500美金一个月 但是就够了 对他们来讲就够了 那么同样的就比方说 像这个有一段时间 全世界的这个海盗 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当时有人就说 去远洋的轮船上面 做一些安保工作 那么事实上 远洋轮船上的安保工作 如果只作为一个 普通的步枪手 一个带着步枪的一个人 他的收入其实是 非常非常微薄的 包括在一些什么 伊拉克地区 阿凡地区 这些所谓的这种 押送货运车队的 这种保安人员 他的风险非常高 但他的收入其实并不如 在一个正常的和平国家 从事一份正常的 普通的工作来得要高 你会发现 你可能打个比方说 在法国可能一个 一个程序员的收入 可能在四五千欧元 如果在美国的话 可能可能一个月 可能拿到一两万美金 但是反而你如果去 战区从事一种 特别高风险的职业 你反而拿不到这么多钱 而且这还是一份青春饭 这是一个现实 后悔到谈不上后悔吧 这个因为说起来是 以前是上过学 然后在读研究生 在受教育 但是本身之所以 当初来军队 就是因为 在那条道路上 自己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那就迟早是要放弃掉的 人得一辈子 都在找自己的方向 找自己的道路 我现在还在寻找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资数》的 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